场上16个姑娘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位男嘉宾有点失望是吧 吓死了 有点失望 那接下来有请的是 我们今天真将的第一位小伙 一般的小伙都是有房有车 这是基本条件 这个小伙有房 有火车 火车 有坦克 来 掌声有请 有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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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温柔 我 要 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寻找目标吗 这 寻找目标吗 我已瞄准四号女嘉宾 陈志愿 大家好 我叫张可欣 来自美帝的大作画 我的爱情宣言是 会照火车 能有坦克 这样的男友特不特 谢谢大家 我一看见刚才哪是灭灯啊 那简直就是尖灭掉了 你这就去灭个灯 还用炮轰吗 我这心理素质强啊 要不然他给我灭着 你家人挺乐呀 挺邪魔 挺乐呀 你摊上大事了 今儿你灭我 九年的节目 我第一个女嘉宾被坦克击灭的 来 看看是六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张可欣第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可欣 来自敦化 今年三十岁 三十岁拥有全款房 我不觉得牛 三十岁有车也不牛 三十岁拥有火车和坦克的人 才很牛 我不仅拥有火车和坦克 它们也是我亲手制造出来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时代 我研究了一年 用蒸汽原理制造了这辆火车 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时代 我研究了三个月 花了我两个月工资七千多元 用电气原理制造了这辆坦克 第三次工业革命 电子信息时代 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时代 我慢慢研究慢慢整 慢慢就碾上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体 说不定哪天就研究出来了 智能载人飞机 其实我是一名机械师 工作在一家药厂 每天四点半下巴以后 我就搞研究 朋友约我吃饭我也很少去 单位同事和领导都说我不正业 是风杂 以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我也不看 大家都不相信 通过努力可以产生奇迹 其实我的工作也挺好的 收入够我花 我家也有两套全款房 一套父母住 一套我自己住 我觉得我制造出东西 除了满足我兴趣外 尤其某一天还可以卖上钱的 把兴趣发展成职业也挺牛的 你支持吗 意味着这是限量版 外边买不到的 对 最牛的 这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生活货 对呀 七号 已经 我说那个帅哥挺有才的 就要跟他在一起 没事整个机器人按摩的呀 然后扫地的呀 熟视乌的的 然后做饭的挺好 就可以往那方面方展 你就跟你出对象的话 你可以研究一个就是说 做饭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 拖地机器人 就完全不用人工了 那个不用研研了 我自己会 那我整一个更好吗 咱俩可以一起玩 然后让机器人赶 我觉得那种东西吧 不要用机器去代替 那样的家庭没有问题 我觉得好 其实做家务活 也是两个人增进夫妻感情的 最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 对 尤其是小情侣 或者这个小夫妻之间 对 做的有时候不是饭 那做的是一份爱 一份心意 是啊 不好意思 quindi 好 谢谢 appreciate awesome 啊